美国的军事谋略令人叹复 美国的军事谋略显在仁川岗的滩头上 毫无准备的守军只经过短暂交火就被全被消灭 美军迅速占领了仁川岗 很快美军在仁川成功登陆的消息通过电波传遍世界 几乎所有人第一反应都是震惊 包括事先知道计划的人 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个计划真能成功 劈腿他只是扰不过麦克阿瑟的固执而已 在这一刻只有中国的将帅们异常冷静 因为这个绝密的计划 他们早就知道了 甚至精确到了具体的登陆时间 美军人穿久情路的消息震惊了全世界出现这个情况的原因 并非我们有打入美军内部的情报人员 而是因为中国的将领有着过人的判断能力 这不但是二十多年的血战中慢慢积累起来的本领 也是数千年来中 国人军事谋略的基地 麦克阿瑟第一次提出烙铁计划人穿登陆方案 是在当年的7月4日 此时的美韩联军节节败退 渐渐归缩到釜山一带 如何解救这群溃军呢 麦克阿瑟的计划就是登陆 开辟敌后战场 他对登陆战有着近乎痴迷的喜爱 在二战中就指挥了数十次登陆战 并且亲自领军完成了其中的十一次 麦克阿瑟更像是个演员 他不放过每一个表演的机会 图围1944年10月 他涉水上岸 这一次也不例外 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登陆 这个半岛南北长一千公里 东西最窄处仅二百公里 太适合登陆了 此时北方军的主力 已经完全被吸引到釜山一带 后方空虚 只要派部队到敌后插上一刀 前方的敌军就会不战自乱 他很快就将登陆地点 选在了仁川岗 并居此制定了作战计划 侦查地形的完成作战方案 一共只花了七天时间 但说服大家接受这个方案 足花了57天时间 仁川岗几乎是世界上最不适合登陆的海滩 这里进出只有一条窄窄的飞鱼航道 只要有一艘军舰被击沉 或航道会布上水雷 整个航道就会堵死 美军陆战医师在仁川登陆这里的水流速度 达到非常危险的每小时八截 退潮时 海滩上能陷往坦克的淤泥 足有几公里宽 最后的毛地十分细小 且港口完全被海滴和防御攻势包围 后来指挥这次行动的军官阿里卡伯 在日记里写道 所有不适合登陆的地理特征 在仁川都能找得到 当方案报到五角大楼时 所有人都认为 这个糟老头子疯了 参联会主席布雷德利说 这是我见过的最糟糕的军事计划 完全是空中楼阁 副总参谋长李奇威 则称这是一比五千的豪赌 谢尔曼和柯林斯则认为 最佳登陆地点是再往南一百公里的群山港 这次的登陆行动 迈克阿瑟也亲自指挥 为了说服迈克阿瑟放弃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 各方势力都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前往东京游说 面对这走马登寺的说客团 迈克阿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表演天赋 他时而侃侃而谈 时而来回踱步 时而慷慨激昂 时而从容自信 每个从他办公室离去的人都说 这烙铁计划真是一个好方案 就这样 8月23日这天 凭借了三寸不烂之蛇和过人演技 迈克阿瑟的方案终于获准通过 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同一天 他的这个方案 已经被中国将领算出来了 东方人作战奖谋略 久经战争的中国将领们 早已洞察一切这一天 总参作战事主任雷英夫 站在地图前仔细端降后发现 釜山的滩头已经创造了战事上 兵力密集之最 每八平方公里就有一个师助手 滩头一万平方公里内 已经聚集了二十万大军 这些部队急不进攻也不撤退 陆战一师和步兵七师两支精锐部队还在日本按兵不动 这一切都显示着美军有着极其 险恶的战略意图 雷英夫立即判断出美军的意图 将对手的主力全吸引到南方 再到背后插上一刀 至于登陆的地点 有仁川、群山、圆山、湖南普等 表面上看最不适合的当属仁川 但却最符合迈克阿瑟的冒险个性 美军在仁川卸下大批物资 接着他又分析了西海岸的海潮情况 认为有三个时间最适合登陆 分别是9月15日、10月11日、11月3日 其中9月15日可能性最大 因为这天会有两次涨潮时间 分别是早上6点59分和晚上19点19分 他立即将这个想法向领导人做了汇报 得到了高度肯定 我国尹立即将这一情况通报了苏千两方 提醒他们注意防守仁川 然而此时 他们正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仿佛明天一早 就能将敌人赶下海结束战争 对于我方的建议 根本没往心里去 直到9月15日清晨 美军突然在仁川登陆 占领了滩头阵地 哟 利用傍晚的涨潮 运送了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挤养 整个战场形势瞬间逆转 北方军最终功亏一溃 此时 他们才感叹中国将领的预测能力令人叹服 然而一切都晚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